曲姐继续给大家读 就是看到的天涯的顶级神帖 普通人的一生啊 其实是非常无聊的 看到命运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 县城小镇青年的一生 考工和考编是唯一的出路 要不就做点小生意 再者呢就是年年的外出打工 大多数人呢年入不过三五万 存下的钱更是寥寥无几 生活一眼望到头 圈层固化终身离不开那个小城 这不就是曲姐的姐就这样的吗 曲姐的姐这辈子 她就困在那个小地方了 而城城青年的一生呢 就是在优质资源 教育资源的加持下有个好学历 可以建好一点的公司 做生意也拥有更多的资源 大多呢打工的年入五六万 优秀的一年二三十万到头了 而一线城市的青年呢 生来就是他人仰望的那一个 有房产的即使吃喝玩乐 不太折腾 也能轻松度过一生 如果是赶上拆迁房的 你像那个黄冶鸡他妈呀 跟缺景面积的黄冶鸡他妈 其实不应该从北京出来 你就在北京守着是吧 有那么两套拆迁房子 一套有房子 两套 一套自己住的 一套有房租是吧 然后呢你自己还有个小工作 就在北京 哪怕你不工作 你就靠着房租 省点花也够花了 就根本就不用出来什么 到加拿大多伦多 去什么给养老院的 就那个做养老院的护工 给老头洗澡 给老头老太太八年 根本就不用这么惨 活这个 这么过一辈子干嘛呢 是吧 多苦啊 然后呢这个 这个黄冶鸡他妈呢 缺姐猜呀 大概率是觉得 这个垃圾鼻子 是他的拖累 这个垃圾鼻子 肯定不工作 要坑老 他不肯 说让自己的资源 和他父母 就是黄冶鸡 他的姥姥姥爷的 那养老资源 养老板 被这个黄冶鸡 一个人消耗掉 因为北京的 那个社会福利 是非常没保障的 不如这个多伦多 加拿大 他就想让黄冶鸡 当这个 加拿大社会福利体系的 这个寄生虫 这样的 他妈才出来 应该是这么想的 同时呢 那个时候呢 他妈那个时候 还没有拿到拆迁房 就是出国的时候 没有 他妈不知道自己 能够有这个拆迁房 那个出来就出来 其实他妈现在都可以回去 他妈真不必要说 在这个 这个 加拿大那么苦哈哈 还自己带着一个 这个 在白人那里 就是一个小杂种 是吧 就这种 这种 长得像亚洲人 就白人那里 认为你这是亚洲人 只有回国 回到北京 会当成小明星的 那个待遇 其实他妈真的不聪明 他妈呢 就非要 还继续留下来 可能是 这个 这个 这孩子的上学 是什么问题 这孩子是加拿大国籍 就他那个小女儿 他妈这辈子 就是被两个孩子拖累的 如果说你不瞎 他基本生孩子一看 他妈黄野鸡 他那个 那个 那个死爹啊 长得他妈跟妙瓜似的 就是哪怕你就冲长相 你都不能给这个 烂屌丝生孩子 他妈没有 结婚前裤腰带就挺松 结婚后 他们这个子宫 有没有道德 你说这种垃圾鸡 你繁殖出来干嘛呢 这黄野鸡看多垃圾 就是个绞首棍子 整个 两个家族的绞首棍子 两个家族都告他 不经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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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茨比萨不经纯 而且坏 他对他妈都是这种 咬牙切齿的 咒着他妈要死 赶紧把他妈 两个房子弄到手 就属于这种 这么坏 他妈真的是 被自己的这个 繁殖欲给拖累了 如果他妈 就在北京 随便说 你这个对象 这个老公 你不满意是吧 那你就跟他离婚 你再找一个 找一个 也不要随便生孩子 就非常 可以非常快乐 轻松的过一辈子 他妈就想不开 生出两个垃圾壁崽子 尤其是黄野鸡 你说你又塞不回去 然后这黄野鸡 天天恶心他妈 天天的折磨他妈 就确实把他赶回去 让他继续折磨他妈 其实他妈 作为一线的这种 这种人呢 真的没必要 活得这么惨 黄野鸡呢 总说碰着金饭碗要饭 其实黄野鸡去想 去碰他妈的金饭碗 他又舍 他妈不给他 因为什么呢 你这么坏 是吧 你完全不对 你妈提供价值 只是折磨你妈 消耗你妈 跟你妈处处做对 你妈就是不给你 你死都不给你 这两套房子 他妈完全可以说 立个遗嘱 找律师 找公证 然后把两套房子 都给他这个妹妹 就是不给黄野鸡 黄野鸡 这个确姐也看了 就是给他看一下 确姐最近呢 说句实话 人到中老年 是开始慢慢相信 玄学了 确姐最近就开始 研究易经 发现易经是最符合 自然科学道理的 最符合宇宙观的 只管 尽管是易经的 他的那个术语 是非常的玄乎 是吧 没人能理解 但是呢 你用那个空间 用几何空间 这么一理解 哎呦 你用那个什么 量子力学 用那个 宇宙观 天体物理的宇宙观 这么一联系 哎呦 易经真的太牛逼了 然后确姐就用这个 就是懂一点吧 这不是很懂啊 确姐没有正在学 啊 就是看了就 那种 按照面向学和这个 这个命理学来看 玄乙经 他下边又短 还还后缩 而且他走路脚后跟不着地 缺姐一看 他只有他妈短命鬼啊 短命鬼我干嘛收你 是吧 就直到到缺姐的 这个西班牙的家里 缺姐就看出 玄乙经真是短命鬼 他绝对不能收黑 他这种 你说这黄乙经呢 他的最大的问题 叫什么 心眼坏 如果他心眼好 其实他过得 不会有这么长 就他心坏 而且他又蠢 蠢的还银价 还有自己特别强烈的 性欲 食欲 而且呢 他还特别贪了 他永远都想占别人便宜 想不劳而活 他不给别人提供 拒绝给别人提供任何价值 而智商有点 智障 所有的缺点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 而且他还撒谎 他对人他没有任何的诚意 他对谁都撒谎 包括对他 这个餐馆里打工的 他居然是隐婚 他说自己没结婚 他还是个 可能他内心里 给自己留着机会 说我要在餐馆里啊 有这个 有这个择偶的机会 或者说呢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老公抛弃他 这黄野鸡啊 处处撒谎 是一步一个谎 却却发现了 就他在他周围生活 周围人 很少有人知道 他是已经领了结婚证了 已婚妇女 他跟谁都撒谎 跟着炮友上了床之后 他再 打了炮之后 打了几炮 他认为自己的这个丑臂 家劳 这只中华田园掉了之后 他再告诉人家 我已婚妇女 我要离婚 你帮我离婚 你做我的鞋板架 人没有一个屌子 不跑的 这黄野鸡还自以为自己 很有心机 很有诚服 轨迹多端 可以骗过 这个片子可以骗过所有人 最好的片子 我确实想跟大家说 最好的片子 就是你老老实实的 实话实说 你不要隐瞒 就是你在走我这件事 你别隐瞒 他能接受你 他自然而然 他就会为你承担 他不能接受你的本来面目 他就不会为你承担 他妈 你一开始就骗人家 谁他妈傻逼啊 一开始你就隐瞒了 你自己已婚的真相 谁他妈傻逼啊 要当你的接盘家 这黄野鸡不懂 黄野鸡智障 咱们再说回来 这个帖子 有房产的 即使吃喝完了 也不太折腾 就这种一线的 也可以轻松过一生 大多数呢 就年入七八万 好点的可以到四五十万 甚至年入百万 这就是你看 你看缺姐 为什么说一定要逃离中国呢 就一定了 就是不想在中国 这个境内找对象呢 因为你这分等级的 他给你地方分等级 什么普通的 小镇 小镇做题家 其实也算是小镇做题手吧 不敢承认自己是这个小镇做题家 因为就一直不敢相信自己是什么学霸 因为确实不是学霸 你没考上清华北大 你就不算什么学霸嘛 然后呢 就是省城的 这种青年的一艘 要么呢 就是这种一线的一艘 你看都分着 你看就是谁给是谁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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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分成三旅行的 不是中国共产党吗 就我来自一个小地方 个小镇 小镇做题手 你说我要在一线多得多他妈痛苦啊 还是女的 还是妈死早 还没有娘家 娘家他妈只有他妈害你的 吃你的 所以那普通人的一生呢就是修罗场 卷过二十年的学业 五年的好音 四年的职场 层层筛选过关 直到把自己燃烧死尽 一生呢是苦多乐少 煎熬反转 犹如鱼在板上 任命运 剥皮 痛咱 那缺姐不甘过这一生啊 缺姐看了很多人啊 就在这么什么小镇啊 就在这个县城里的那些人 缺姐就觉得他们这一生非常之无聊 这辈子都没有走不出过程 甚至就这辈子都很少去县城之外的地方 就就就在这么小县城里 这么小的时候 大约也就是走个半个小时不倒 从东到西就走到了 从南到北也走到了半个小时 就这个小城镇 可不过都是这样的 那谁都知道 你他妈这十里不是十里八千 就是整个小县城都知道 你妈死了 说这缺姐他还怎么找对象啊 在小县城里不找对象 你过得 你这个单身女人啊 过得会非常之痛苦 所以说缺姐必须得考学考出去 然后缺姐也不想去县城 也不想去省城 没人卖啊 然后这个 你这辈子也就这样 也非常的痛苦 然后这一下啊 你又买不起房子 你也非常的痛苦 那缺姐一看 我这他妈还在中国混得屁啊 是吧 赶紧的滚 赶紧的滚 缺姐是在这个 2008年开奥运之前 滚出去的 因为缺姐知道吗 就这样的社会体制 这样的政治体制 这样的经济体制 哪有我生存空间呢 是吧 我这辈子我这他妈就住教工宿舍嘛 左边是他妈这个食堂大师傅 右边是他妈这个学校保卫处的 这些都是他妈当地的农逼啊 对门呢是那个图书馆的管理啊 还有那个他老婆是海农农场来的 这么一个农逼啊 这前后左右 前后左右都差不多 左右前面都是他妈农逼 然后呢 斜上楼斜对面的 又是一对东北来的 天天的站在那个二楼的那个阳台上 这是居高临下 是什么 就是在那装逼 这两个东北逼 缺姐看他们就 他还非常 他们非常有悠悠感 那个男的总跟这个女的 是爱 这个秀恩爱 你说你们在阳台秀什么秀啊 是吧 然后去姐后边呢 又是一盘教工宿舍 然后呢 那个东北来的那个农村的那个女的呢 也这个偷偷的找了对象 他怎么找对象呢 他借着给人家 他是做法务的啊 借着到社会上啊 什么这个字 就是别人找律师啊 这个机会 他就 还拿着缺姐去过一次饭局 缺姐觉得真他妈傻逼啊 真不应该去 然后人家还得觉得 你他妈你是来白吃的 占便宜的 这缺姐真的 以后真不应该去 加入这种饭局 明明他是找对象 他想把缺姐当个电动泡 去拉过去 哎呀 真的傻 然后呢 这个这个女的呢 自己呢 有未婚先孕啊 跟这个 不知道当地的啊 就是这么一个男的啊 就高得上 未婚先孕 嫁进去啊 嫁进去呢 生个女儿 他还自己 还觉得自己 挺那什么的 挺不争气的肚子 你说你都读到硕士了 是吧 你这学历 怎么着也不会说 让你 还他妈 还要拼儿子呢 是吧 估计啊 他在2016年 他比缺姐 大约是 小了一岁两岁啊 差不多的年纪 2016年 40岁的高人 估计他还 挺难保呢 二 他也政策 不放开了吗 嫁给当地人 你能有什么号 当地人是多么的 这个男子女别 重男性女 那种浓逼气息 就确实一看 他妈 我就在当地 我也 我找的像 也很难找 是吧 这些 这些他妈 洗脚上岸的 和没洗脚上岸的浓逼 跟你们 女人在那根本 在人家的家族里 那种中族 氛围非常浓厚的 动不动 他周边的 就确解所在的 那个大学城 周围 就是有一个人事经理 确解学院里的 这个人事 居然 他是当地农村的 居然呢 这个开放文暑假的 他跟确解说 我泄斗了 我跟我们村的人 跟另外一村人泄斗 集体泄斗 村与村之间的泄斗 他把自己吹了一番 就是他拿着确解的报销 和骗了学院里 所有老师的 也就借了一圈钱呢 跑了 跑路了 要结婚 你看 就这种浓逼啊 我跟这帮人混 我真他妈恶心 不想跟这种人 混一辈子 所以说 确解呢 就赶紧跳船了 就是不要在中国 这条船 结果中国这条船 就他妈沉了 现在 今年就 显然就沉了吧 确解有没有去 背上中国的房贷 我就是住着 交工宿舍 我觉得就挺好 尽管那个老鼠 总是每次 从那个厨房 和那个 厕所的 那个水 渠道里 钻到 缺解的 那个房间里 就是那个 饭厅里 缺解 得把门关上 还得拿 那个粘鼠的 那个板 去粘上 小老鼠 真恶心 每天啊 还得把 那个地板擦一遍 因为老鼠在 那个地板上 又撒尿 又拉屎 臭的呢 蟑螂还多 可不可以 住交工宿舍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 确解就赶紧的 赶紧跑 嗯